有歌劫的孩子像個寶 喔 真的喔 有渠道的孩子也像個寶 有沒有 徐維寧會唱你的歌耶 對 欸 那我覺得你唱的比較好聽 沒有 開玩笑了 開玩笑了 人家是影后呢 我們都是太陽色的星 對對對 所以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這些好朋友說一下 因為他們都對你的專輯發片表達了很棒的支持 就是 蠻意外 這是我第一次看這個影片 對 然後因為公司一直都不給我看 對 你告訴我到底有誰 對 然後我們謝謝他們 就是 你知道 還是一樣就是 他們剛剛展現的那個樣子 就是平常跟我相處的感覺 就是會偶爾帶一點玩笑 或帶一點很認真的鼓勵 然後他們也看過我很脆弱很私底下的樣子 所以 謝謝他們的鼓勵 對 謝謝 謝謝來自於這些好朋友們最真性情的鼓勵 也希望呢 周星哲說 歌手不容易喔 但是呢 期待能夠聽到你的演唱會 所以你要不要對周星哲有點回應 你去當他的嘉賓怎麼樣 你跟他邀請一下 Eric 我不喜歡沒有你的地方 找我 OK 好 那我們就這樣確定了 好不好 敲板定案 敲 敲板 對 定案了 你就是周星哲演唱會的嘉賓 姐 你已經當周星哲的經紀人了是不是 我幫你吵一下 哈哈哈 沒問題 沒問題 但是呢 這個今天現場呢 好 朋友們的祝福 許導的現場祝福 還有一個雙人團隊 他們聽說 以這個製作人的角度來 給你的專輯發片 祝福一下喔 會緊張嗎 你剛好唱這一首歌 他們就是這首歌的創作者跟製作人 貼 要請大家歡迎的是我們這個首頁人的序章 以及四尊位的阿山 歡迎兩位帥氣的嘉賓 恭喜恭喜 謝謝 那三位一樣先拍個照好不好 來來來 中間中間這邊 來 那浩斯你C位好了啦 對不對 然後呢 旁邊被兩位帥哥給包圍 那我幫你保管一下麥根風 謝謝 首頁人的團長序章 還有四分位的主唱阿山 他們也是這一次呢 這首歌剛剛有現場加碼上貼的 創作者跟製作人 就要請兩位來評論一下 在錄音室道中的陳浩森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緊張 自信 還是完全的做好功課 很充分 緊張緊張但很開心 我們的歌手陳浩森得到 這麼多人的支持和鼓勵 好 OK嗎 等一下也要送禮物喔 讚讚讚 好 謝謝 來來來幫兩位貴笛送一下麥根風 這是浩森的 謝謝 來 來序章阿山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什麼位主唱阿山 來來來來 嗨大家好 我是首頁人序章 哈囉 對 兩位製作人創作人 剛剛在後台聽到了TNJ首歌的現場演唱Live版本 欸怎麼樣 我們這其實在上個月的時候已經有想機會聽過一次 是是是 今天我們在後面偷偷這樣聽 感覺又特別不一樣 進步了 因為那次上個月唱的時候是自彈吉他自唱 對對對 然後這次是因為有卡拉 所以然後我覺得這次浩森唱起來感覺特別自身 對 對對對 還在地上這樣子喔 貼近 地面 接地氣啊 其實很像是一個在自己寫歌創作的這種創作歌手在演唱的感覺 不太一樣 是你的氛圍當中啦 對對對 不過我只想聽說這個陳浩森在錄音室裡面的時候啊 因為那個時候比較不熟悉自己的聲音 所以會希望說我要關燈 我要在這個全面的狀態之下配唱 欸不知道他在錄音室裡面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是貼燈製作人 那時候在我們在配唱的時候應該是比較後面的歌 是 好像已經不需要關燈 他應該在那時候錄音室的他會拿著一把吉他 然後先彈一彈別的歌 然後再彈進入這個狀態 然後他其實我那時候第一次讓他彈吉他 我就覺得他很適合用吉他詮釋很多的音樂跟創作 所以就覺得他換了一個假裝在彈吉他進去唱歌的狀態 所以這個歌聽起來很像是一首自彈自唱的版本 所以陳浩森真的有進步欸 從要關燈到會可以開一盞燈兩盞燈五個燈 往前面稍微站一點大家 那滿的變亮的感覺 對 所以陳浩森就覺得越來越自在的感覺 錄音室當中的你 沒有我覺得是還是要看 那天的環境真的是很舒服 然後跟三哥跟烏斯在錄音室裡面 我們就是聊得很自在 然後還聊很多關於其他的能量啊 什麼的各的事情 了解 分心聊天 聊開了就會讓他的聲線也跟著開了 OK 所以旭張說呢 感覺這個浩森在錄音室後面越來越自在 那阿珊你呢 以這個天資人的角度貼這首歌 那時候因為有跳續張的Demo 那其實腦袋裡面就有很多畫面 那我就想說浩森 我跟浩森一樣有拍過電影 那時候拍電影的時候 一直會有蝴蝶的畫面跑出來 真的喔 又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就想說把蝴蝶這個音響 把它寫到歌詞裡面 那我覺得真的還蠻貼合的 很像我腦袋裡面當初想像蝴蝶的樣子 就藍色黑色的 然後身上有一些白色的條紋 那種感覺 超喜歡 真的我真的超喜歡 然後浩森的聲音中低音 其實很厚 很溫暖 對 其實我很羨慕他這樣的聲線 然後這時候 他很像是一個在冬天很寒冷的時候啊 然後我們裹在棉被裡面這樣子 那他的聲音就像是棉被一樣 可以把你鏡子來包住 免貝系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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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我亂 給你暖暖感覺的歌手 免貝系感覺的歌手 所以蝴蝶放到了貼這個歌的歌手中 我覺得他很加分耶 就有一種偏偏飛舞的感覺 很棒 那但是兩位今天跟曲導一樣 你們也有帶禮物來喔 準備他就是到的設定禮物 是是是 你一定要禮物才能夠進場的 來我們把這個禮物先送到舞台中間來 欸好特別喔 來來來 欸阿翔要不要介紹一下這個禮物 這是一個留聲機 留聲機 那我希望號稱他溫暖的聲音 可以唱來更多人聽 然後帶給他更多更溫暖的故事 是 好聲音像留聲機一樣 源源不絕的發送出去 像蝴蝶一樣偏偏的飛舞 這個是很有意義的一個小禮物 那旭章你怎麼空手來 我剛好左手有一個 跟他今天的歌有關係 就是也是金黃色跟獅子 然後是獅子座的熟護石 他是黃水晶 要送給你一個水晶圓畫 就是祝福你可以發片大賣 對對對 這比我們更想要的 旭章也是那個水晶達人是不是 就是礦石溝通 礦石溝通師 跟石頭講過 這個是獅子座的守護石 是守護石 然後會給他能量 他的新歌有那個嗎 就是獅子 然後就是金黃色 對對對 就是金黃色 哇 超熱的 陳老師感覺那個嗎 開始發熱了嗎 在左手 開始燒開始燒了 好那我們幫這三位收一下 麥克風我們呢 真的是兩份非常好的禮物呢 來拍一下 來麻煩續張麻煩阿森還有浩森 很棒耶 留生機的翻糖蛋糕 有把貼的歌詞蝴蝶 也放到了我們的意象當中 還有呢 厲害的礦石溝通師嗎 礦石小達人 守夜人的序章呢 也把這個獅子座的守護石 黃水晶送到了浩森的手上 希望呢這個可以給他 源源不絕的能量 守護他 給他更多的溫暖 OK 好我們也要謝謝兩位老師 非常棒的溫暖跟祝福 再次謝謝阿森 謝謝續張 謝謝這一份非常好的禮物 謝謝 好 OK 浩森 真的是感受到大家很棒的能量喔 對 說一下說一下 太陽色的獅子晚上八點鐘 有大事要發生 對 晚上八點 對 我們太陽色的獅子的MV 對 就要跟大家見面了 然後他是 我第一次跟張俊島也合作 然後 那天我們 拍了 很久嗎 十八個小時 十九個小時 Oh my God 對 我的MV拍了十九個小時 是 證明我真的不會演戲 哈哈哈哈 為什麼拍那麼久 因為 在模擬你的戲 對 為什麼是我嗎 是我的嗎 對啊 是你拖累嗎 這可能就要問導演了 但是 晚上八點看MV 我們就見正常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很特殊的MV 對 然後 然後我覺得 張俊導演 不管是張俊導演 或陳昂怡導演 他們都用他們很獨特的方式去 去引導我演戲 用他們的視角 去講故事 是 那我就是跟著 我就是一直跟著 所以晚上八點鐘 這太陽色的獅子 在這個華顏音樂的 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在我們這個 Line Today的音樂分類 都會進行直播 希望大家看起來 那浩森 最後還有什麼話 想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 加油 Fighting 加油 Fighting 祝福我們的 所有事情都會很美好 要愛你們的生活 這樣子 再一次呢 恭喜陳昂昊森要發片了 謝謝大家 謝謝曲導 謝謝曲導 感謝可愛的歌迷朋友們 謝謝直播前的你 先跟大家說再見 謝謝 掰掰 謝謝 全唱會上見 好